欢迎来到NewsTT70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感觉愉快 看看我们的视频 杨紫诚都活动人气爆棚 网友 这是顶流的力量 杨紫诚都活动人气爆棚 吸引了无数粉丝到场参与 可谓是顶流明星的力量 在这次活动中 杨紫不仅以出众的形象和魅力 惊艳了现场观众 还引发了广大网友的热议 首先 杨紫的时尚装扮 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活动现场 杨紫以一身时髦的造型亮相 简约而不失精致 不少网友纷纷承载 杨紫的衣品真是越来越好了 每次现身都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从这点来看 杨紫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演员 还是时尚领域的佼佼者 他的每次亮相 总能给人带来惊喜 与此同时 杨紫的粉丝热情也让人印象深刻 在活动现场 他亲切地和粉丝们互动 并发表了简短的感言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会继续努力 带来更好的作品 这段简短的话语 让现场的粉丝们十分感动 甚至有人感动落泪 杨紫的温暖话语 和真诚态度让粉丝感受到他对他们的重视和爱 难怪他的粉丝基数一直居高不下 然而 杨紫的高人气也带来了一些有趣的调侃 有粉丝表示 杨紫 你这话说的 是不是又要熬夜拍戏了 记得注意身体哦 确实 作为一位高产的演员 杨紫的工作量相当大 粉丝们在心疼他辛苦工作的同时 也不忘提醒他注意身体 可以看出 杨紫与粉丝之间的互动 不仅是偶像与粉丝的关系 更像是朋友之间的关怀 从网络上流传的路透照片来看 杨紫的状态无疑是非常好的 他身穿亮眼的服装 光彩照人 网友们纷纷留言 杨紫真的是越来越美了 甚至有人戏称 杨紫 你是来提升成都的颜值标准吗 这些评论无不体现了 大家对杨紫的喜爱与肯定 作为公众人物 杨紫的每一次公开亮相 都能引发网友热议 显示了他强大的影响力 除了个人魅力外 杨紫的人气也在活动现场 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据报道 这次活动吸引了大量粉丝前来参与 现场座无虚席 网友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留言 杨紫的人气真的太高了 每次活动都能吸引这么多粉丝 杨紫的超高人气再次证明了他在娱乐圈的顶流地位 尽管杨紫的每次亮相都备受关注 但也有一些网友表示 希望杨紫在忙碌的工作中能够多注意身体 一位网友写道 杨紫的这次亮相虽然很惊艳 但也希望他不要太过劳累 注意休息 从这些留言中可以看出 粉丝们不仅关注杨紫的事业发展 也时刻挂念着他的健康状况 杨紫此次在成都的亮相不仅带动了活动现场的气氛 也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 网友们纷纷表示 希望杨紫能够多参加这样的线下活动 以便更多的粉丝有机会亲眼见到他 与此同时 也有不少外地的粉丝留言说 羡慕成都的粉丝 什么时候来我们城市举办活动啊 看来 杨紫的魅力已经不仅限于某一个城市 他的粉丝遍布全国 甚至全球 值得一提的是 杨紫的这次成都活动 还引发了一些争议性话题 有人认为 明星的高人气背后 往往伴随着高强度的工作和压力 希望杨紫能够在事业上 取得更大成功的同时 能够保持身心健康 也有网友表示 杨紫的高产虽然让粉丝们感到欣慰 但也希望 他在未来的作品中 能更加专注于质量的提升 而不是一味追求数量 总的来说 杨紫的这次成都之行 不仅展现了他作为一线明星的影响力 还通过他与粉丝的互动 让大家感受到他的真诚与努力 他的时尚品味 专业态度 以及对粉丝的重视 都是他成功的关键因素 作为观众和粉丝 我们不仅期待他未来的作品 也希望他能够在事业与健康之间找到平衡 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 总结来看 杨紫此次成都活动 无疑是一次成功的亮相 他的时尚造型 迷人气质 以及亲切态度 都让粉丝们印象深刻 不论是在现场还是在网络上 杨紫都得到了极高的评价和支持 作为一名顶流明星 杨紫的每一次出现都能引发热议 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作品质量过硬 更是因为他对粉丝的尊重 和对事业的执着追求 最后 虽然杨紫的工作日程非常繁忙 但他依然能够保持良好的状态 给人们带来满满的正能量 这种职业精神和个人魅力 正是他能够持续走红的原因 期待杨紫未来有更多精彩的表现 也希望他能够在事业的高峰期 继续保持初心 带给我们更多感动和欢乐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